現在想要說一句話 通過電池時 便會形成一個電池 如果我們在內部再加一塊 例如鋼或鋼 電池所生成的電池 便會令到內部的層面 都排在同一個位置 即是同一個方向 便會形成了磁場 這兩個方向再加在一起 便會變得很強 便會變成 遠遠強於只有鋼 所生成的鋼 內部的鋼 就是鋼 外部的鋼 就是鋼 所形成的鋼 就是電池 因為是電所造成的 取決於內部的材料 如果是鋼 關掉電池後便沒有了 如果是鋼 如果是鋼 它便會繼續保持 看看它到底是 適合還是 適合 但無論怎樣也好 有什麼因素影響到 如果是電池的強度 有多強 還是有多弱 很明顯 如果是電流越強 如果是電流越強 當然 你便會越強 電池 第二個圈數 如果是10圈 和100圈 和1000圈 是不一樣的 當然 還有 除非 內部的材料 沒有說 材料 沒有說 好 當然 如果我調轉 那個圈 現在是由這邊流過來 如果調轉 由那邊流過去 剛剛就會相反了 那個電池 就會調轉 後 那 它有什麼用途呢 它製造這個 Electromagnetic 好處就是 有電就有磁性 沒有電就沒有磁性 那就 很方便 可以很容易 令它有 或者沒有 例如 它這裏就是 它這樣 我 它這個東西 我靜了它過去 好 那 就 所以 那個 Magnetic Relay 它是這樣 那 那 那 它這裏 本身有一個 電路 而且通常 這個電路 它是被摩打使用的 即是代表 它可能摩打是大的 甚至 那 它是 需要很強的 電流 那 它這裏 它是斷開了 其實 所以就不通電 如果我們簡單地 弄個Switch 其實不是說不行 即是Switch 我們把它弄過去的時候 讓它碰到 它就會通電 那 但是 我們為什麼不這樣做 我們現在是用另一個 Circuit 在這裏 另一個Circuit 在這裏 這裏 有一個Switch 我們按了它 讓它關掉 之後 它的電流 就會通 通的時候 這裏就會形成 Magnetic Field 那 它會把這裏 吸收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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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令到這裏 支撐開它 這樣 就會碰到它 於是 這裏 這裏 形成了 那裏 我按這個Switch 就令到那裏 是亮 令到第二個電路 亮 但是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不直接按這裏 亮 其實因為這個Switch 其實 有時不是一個簡單的Switch 可能有其他的儀器 例如 Sensor 或者計時器 那些 它本身是很敏感的 意思就是說 它本身要用一些很小的電流 一些弱的電流 它就頂不順 如果你把這些 Sensor 放在這個電路 而這個 可能拋在一塊很大的 很大的 其實是頂不順 它的電流 於是它就放在這裏 放在這裏 變成我 經過這裏 我便經過這個磁力 去remote 這樣 令到這個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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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知道 這兩個Circ 其實是完全分開的 完全大家不通電 中間零度是靠磁力 靠磁力 去remote 去攪拾它 這個叫做 �uso 不直接去開關 它的圖 counsel是這樣 表示 如果有一個屏接 線扇子 吸噪它回來 這個第二回事 這個埠字 通常如果開啟選擇 是關掉的 這條主Thalk circuit 通常開啟 Waters 就是按隔 通常關置 supports 這樣 通常開啟通常 通常接觸電 蓋著電蓋就只 ona 讓它貼上 按时就会通电,这边就会通电 这个是刚才看的那个Case 如果调转是这样的,它通常是接着 通常是运作近的,这边 如果我想断开它,就弄它过来 按着它断开它,这个就通电 另外一个用途也很相似 就是所谓的Circuit Breaker 现在如果突然间室内有些东西烧了 即是短路,短路了 通常都会自动关闭,没有电 接着要走到那个箱里,电箱里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然后再开开它 它的原理也是这样的 我们先把它过去 这样,它本身是有Clorine正常的流下来的 这里是触摸的,这里是这样的 接着,这里是这样的 接着,这里有一个电脑 接着,这样的 正常供电给我们的 只要是室内供电给我们的 它就是中间的就是Circuit Breaker 经过一个小小的设备 那发生什么事呢 如果我们室内的时候 如果发生了短路 短路,就是说 例如某些东西 它没有经过电器 正常来说,它是这样的 正常来说,它是这样的 正常来说,它是这样 经过一个电器 就是一个很大的电脑 然后再开开 但如果有些东西不小心 你将这个电脑 触摸到那边 它就会经过这边 走过去 这边走过去 如果没有了电脑 这样变成了电流 就会很强 就会变得很强 可能会消坏其他东西 有了Circuit Breaker就不同了 就会令到这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Circuit Breaker 它的磁力就越强 于是它就会吸收了这块东西 吸收了这块东西 我相信它就是这样 吸收了这块东西 就会变成这样 原先这块东西 就变成这样 这块东西 就分开了 这块东西 它是通电的 它就和这里断开了 这里是要继续接下去的电 它就会令到这里断开了 就全部都没有了电 包括这块东西都没有了电 就是这样 另外一个用途就是 所谓的Magnetic Storage 其实我们以前用的 所谓的Magnetic Tape 这块东西都没有用过 是绿音带那些 所谓的Cassette 记录一些声音 或者图 以前那些绿音带是这样的 在麦克里讲话 它将你的声音 转变成为Current 即是你大声 Current就强 小声Current就弱 接着它的Current就影响 Magnetic Field Magnetic Field 它就会影响到 Magnetize 它那个Tap Tap 上面它塗了一层 一些可以Magnetize 的一些材料 它塗了一层 这些材料 Iron Oxide 它就会Magnetize 所以你强 和弱的时候 Magnetize 的结果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样就记录了 你所说的 所以不同的 Magnetize 它是不一样的 你强和弱 当你拍出来 是一样的 拍出来 看回Magnetize 它是强力弱 接着把它转化 变成你的声音 另一样 就是近代的 就是电脑的Hard Disk 电脑Hard Disk 它是这样的 它里面一片片的Disk 都一样是 弄了一些材料 在这里 装了一层 Magnetize 材料 它本身基本上是 Aluminum 或者Glass 本身是不受磁影响的 但是它上面 有了一层的材料 接着它写的时候 是靠这一支材料 最尖端的材料 去写 而这支材料 其实是可以移动的 你可以在不同的位置 去写一些Data 就可以打下来 Suppose 就把这支材料